火神祝荣 葛优糖 钢铁侠 眼前这些栩栩如生 唯妙唯肖的面素作品 皆是北大学生郎家子玉的作品 同时 他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人 近日 记者在国子间附近的面素工作室 见到了正在制作面人的郎家子玉 他告诉记者 做面人首先要准备原料面粉 生熟后加入颜料 备好各色面团 随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制作面人了 我们做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竹签做辅助的 然后首先可能第一步就先把人头上签 然后再做它的躯干 然后再做它的脚 然后再做它的衣服 然后再做它的手 就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衣服片 把它原材料放到手掌里边 然后你用那个工具把它抹平 有的时候你会这样滑 给它弄平之后 然后它的薄厚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最薄的地方已经接近 就是能看到底色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衣服穿到它的身上的时候 它底下的颜色就会反出来 捏 搓 揉 鲜 再服役工具 点 切 刻 滑 一个汉台可惧的小娃娃 就在郎家子玉的手中诞生了 今年23岁的郎家子玉是个95后 别看年纪情 她却是一个有着20年捏面人经验的老师傅 出于对面人的浓厚兴趣 从三岁起 她就跟随父亲郎志春学艺 童年的闲暇时光 几乎都在捏面人中度过 小时候看动画片什么的 然后就会喜欢把里边角色直接做出面人 所以小的时候经常会把这个 就是小孩的脸做成中面人 可能有时候一个假期做个五六十个 其中有个四五个是符合标准的吧 在现代风的工作间中摆放着许多郎家子玉 近年的得意之作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是助力于云颠之上双龙环绕的火神祝容 郎家子玉向记者介绍 这是山海经中她最喜爱的角色 在设计时 她翻阅了大量明清画家的作品 并结合了藏传佛教中唐卡的形象 大概设计的时间可能都有20天左右 在制作上花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 每天大概五六个小时吧 其实每个细节要推敲很久 比如你把这个龙须它先给它做出来 然后让它变得稍微干一点 但是没完全干的时候 就它可以支撑起自己的重量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跟这个龙就是站在一起 它就会就会有一种向外这种飞腾的感觉 而不是说直接就是就向下这样 身为第三代传承人 郎家子玉从大学起就开班授课 教授小朋友制作面人 他认为技艺的发展不仅需要推广 更需要理论的支撑 传播学专业出身的他 在研究生时选择了艺术专业 期望将面素技艺与更多领域结合 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自己运营这个工作室 然后里边会做一些不同的作品 会在那些展览 然后也会想做一些文创 然后跟一些其他的企业合作 我念面儿其实也有20年了 然后实践的非常非常多 我希望能用理论去让我清晰一下我之前的实践 然后也能够指导我未来的一些创作吧